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 俄罗斯加利宁格勒州州长阿里汉诺夫4日表示 如果俄罗斯要求加利宁格勒地区部分贸易被封锁采取反制裁措施 能够让立陶宛的运输部门被摧毁 据报道 阿里汉诺夫是4日接受俄罗斯公报采访时做出的上述表态 俄罗斯能够令立陶宛一半的经济消失 他还说 立陶宛给人留下一种印象 就是他不明白 加利宁格勒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而且会有人来救我们 面对这个难题 我们并不孤独 加利宁格勒州是位于布兰和立陶宛之间的俄罗斯飞地 主要通过铁路和天然气管道 从俄罗斯其他地区获得货物和能源 两者之间的唯一铁路途径立陶宛 立陶宛铁路部门此前表示 6月18日起 立方将限制一些货物从其他地区经立陶宛向加利宁格勒州运输 立陶宛外交部长兰茨比尔吉斯 6月20日称 禁止通过立陶宛向加利宁格勒州转运货物 不是立陶宛的决定 是根据欧盟对俄相关制裁做出的 俄罗斯外交部6月20日发表声明称 立陶宛在未事先通知俄方情况下 禁止经立境内铁路向加利宁格勒州运送大部分种类货物 俄方要求立即取消这些限制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立陶宛此举前所未有是非法行为 俄方将此视作封锁俄罗斯的一部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